好我們今天要來拍的是蛇板十大NG動作的講解 那等一下我們會由初階到進階 這常犯的一些錯誤 然後我們去有畫面給大家看 好第一點前板過度用力導致重心不斷的搖晃不好上板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正確的 就是前腳放輕鬆慢慢點路上板 好接下來是一個正確一個錯誤 大家可以看差一點 好第二點向前踩踏太多步 呃一開始有常會犯的小錯誤 就是你踩了半天不上板 好盡量就是踩個三下就可以上板 那一樣是兩邊的正確錯誤示範 海豚扭的姿勢是雙腳同時往前同時往後 這是錯誤的 而我們正確的扭板姿勢是一前一後的扭動 那接下來是兩組的對照 這個錯誤常犯在初學者還不知道自己要選定哪一隻腳上板 那一下想要左腳上板 一下想要右腳上板 導致兩邊都學不好 這個動作呢主要是腳放在舌板的正下方 導致上板的時候提到舌板 通常我們在做S型的時候前面會有一段加速 如果加速不順暢的話會導致你的後腳不斷的扭動 如果加速是足夠的S型過彎就會非常的穩定快速 蹲蹲的標準是屁股要低於膝蓋 第一個畫面就是站太高 那第二個畫面呢 是標準的蹲蹲姿勢 那盡量可以讓你的屁股黏於小腿 那這是最正確的動作 接龍時如果舌板保持在一條線上容易導致追撞 那舌板如果錯開一前以後就會增加成功的機率 舌板在翹板的時候若重心太厚導致噴板 如果重心維持在中間可以持續的滑行 最後會建議在練習舌板的時候可以穿戴全套護具 會比較安全 還有不建議舌板在馬路上滑行會導致危險 想看更多有趣的影片 想看更多有趣的影片 獲取更多實用的資訊 我們一點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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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菲斯特執牌人舌板教學團隊 來年輕人 有趣的,可以拿到一條 bound domination 寺山